开幕典礼 这次三项运动会合并举行,规模很大,首先运动员绕场一招会席入场,大家都穿着整齐而鲜艳的运动服通过司令台 由县长林宝仁主持,联合运动会一共分为十二次竞赛,有两千多人参加,开幕典礼之后,接着展开了表演节目,有承德国中的大会操和竹联国小的大会舞,表演得非常精彩,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。 花莲县63年全县及第九县后备军人运动大会,今天上午九点钟,在新建落成的每轮前进场举行。 今年参加大会的各项选手一共有两千三百多人,开幕典礼由黄福寿县长亲自主持,大会在分裂室完毕之后,美轮国中和省立花莲中学分别表演了打水槽。 花莲县今年的现运,在各项运动中做了一项不精彩精彩,对东部地区的民众来说,这是一个新的比赛项目。 大会开幕仪式结束以后,随即展开各项的比赛。